字幕彭ji之 Dawson 一個叛逆少年 喝酒 58多年 他和朋友瘋狂 下課後不上學工作 我和爸爸媽媽完全不談 一个孤僻少女 很孤僻 每天爱声叹气 愁没哭脸 从来不笑的 也不跟大家一起相处的 觉得人生是没有爱的 没有盼望的 成绩太差 被学校开除 我记得我彷徨到一个很辛苦的地方 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受我 无法融入新的家庭 真的觉得自己是孤儿 好像有一个家 但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 觉得我是多余的 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很辛苦 很想自由 我真的希望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在英国伦敦西北面100公里 有一个宁静的小镇Oli 镇上有一座建于十四世纪 英国歌德式教堂 这座外观朴实简单的教堂 每年都吸引不少的游客 慕名而来 因为这里 就是著名圣诗 奇异恩典的诞生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外观朴实简单 诗歌内容表达了作者 若汉牛敦对自己生命的反思 以及向神的感恩 大家所熟知的若汉牛敦 是一位自力废除黑奴法案的先锋 但是青年时期的牛敦 半逆冲动 不听从父亲的安排 一意孤行 选择航海贸易 后来被逼加入海军 又因为不断制造麻烦 结果被船员 卖到西非做奴隶 最后因为父亲托人刑救 他才可以回到英国 其实很多人 都和若汉牛敦一样 在青少年时期 个性反叛 和家人关系紧张 出生于香港 一个基督化家庭的简姚 阿佑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反叛期的时候 其实我和我家有很大的矛盾 和很大的冲突 我和我爸爸妈妈 有时过完全不聊天 大家叉到最差的关系 是会到这样的地步 自己又找这个 找那个 很多女朋友 爸爸妈妈比较担心 而且读书 又不喜欢读 等等各方面 所以我家里很困难 在香港读最后一年书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 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我在学校被人欺凌 有些误会 他和朋友中间 他那时就很生气 他就把这个谣言都散播到我的朋友 一个星期就 全部人都不喜欢你 一个星期 全部人都不跟你说话 我记得那时是解释 很厉害解释 但都好像没什么用 总觉得大家都有个眼镜磨 身心很大压力 也都将我整个人的性格改变了 变得不太说话 有一段时间 不太相信人 和身边人相处不能够 和阿佑刚刚相反 在上海成长的房佳文 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密 一直享受无微不至的照顾 但想不到 妈妈在她16岁的时候 突然因病去世 我妈妈她没有活到40岁 所以她就走了 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女性 她就是一直忍着病 然后最后才去医院 就那样 我很难想象她就这样 就离开我了 我觉得生命太无常了 感觉就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你最亲的一个人就离开了 然后后来我爸很快就再婚了 过了一年她又再婚了 我其实没有想到她会那么快再婚 所以这件事情 也让我觉得挺难接受的 她那个时候就是 基本上就是通知我 我要结婚了 我也不能说什么 因为她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最后就跟一个 比她小19岁的阿姨在一起 那时候我是很讨厌那个阿姨的 我觉得她是不劳而获的 就凭什么 就我爸跟我妈就是那么辛苦的 好不容易有现在好的生活 就为什么要跟她一起 我一开始也会跟她们吵架 后来也就不吵了 觉得也没什么用 很快她们就生了弟弟和妹妹 就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 觉得就更没有一个归属感 觉得我是多余的 为了离开伤心地 逃避复杂的家庭关系 佳文高中毕业之后 选择去伦敦学习服装设计 但是独自在二国他乡生活 佳文的内心更加孤单害怕 我倒觉得学校其实还好 那些还都能过去 就没有说那么难 我觉得很难的是 心里面的这个失落感 这种孤独感 还有空虚 就会觉得难道就是这样了吗 就出国就是这样了吗 就这种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 所以晚上没事情做的时候 就是会坐在床上就一边哭 一边想想 就是那些让我觉得很后悔的事情 就越想就越难过 因为没有人可以打电话去说 打开手机也不知道要打给谁 就那种感觉 就觉得其实是挺压抑的 但是打开门出去呢 你又必须得假装自己很坚强 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独捣一面呢 就也不想要让别人知道 自己的很多的秘密 就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两面的吧 就很多东西都是藏在心里面不说的 他在人际关系上跟周围人也不太好 跟爸爸 继母这样 都关系都很不好 他也不太能接纳 你能感受到他生命中很多次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 他不太会知道 怎样跟别人好好相处 而阿佑因为在学校不开心的经历 加上公开考试成绩不理想 所以父母决定送他去英国读书 希望他在新的环境可以好好学习 但可惜事与愿违 我当时很夸张 刚刚下机第一天去到学校 本身应该乖乖地去注册 打给爸爸妈妈 哎呀 没事 我去到注册 结设了两个朋友 第一晚就去下园 第一个星期五天 下园的时候很记得很记得 初两年一直都在这样的状态 喝酒 然后割了我 放肆自己 和朋友瘋 打机 完全不上学 所有科目 基本上我都是不合格 我最终的时候六科 我五合格五科 然后有两科是个位数字 放纵自我的结果 就是被学校开除 当阿佑回到香港的时候 不单止令父母失望 他还要接受一个可怕的事实 就是找不到理想的大学 愿意取册他 香港一定不收我了 这样的成绩 试试找英国大学 至于差到很差的大学 才说给你一个机会 我记得我彷徨到一个很辛苦的地步 因为真的没有地方收我 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电话打来 在一个叫Swanese的大学 在威尔士那边的大学 他们有一个中国人 做留学生工作 在那个时间很彷徨的时候 他打来给我妈妈 突然问我妈妈 他儿子要不要来这边 私下读大学 我们可以在他提供一个大学位 我妈妈转达了这件事给我听 他就鼓励我 你试试祈祈祷 问一下是否 说不定你有条出路 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次用心地祈祷 摊在床上跟上帝说 我说上帝我很害怕 不知道这个是否一个对的决定 我说上帝你告诉我 我究竟应不应该去这里 一直在哭着哭着的时候 有一个图片在路上突然间出现 是一个海滩 然后有Swanese的英文字幕 我整晚不停地说上帝 是否是否是否 我很害怕 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这个画面 然后我突然忽略了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一起床见到我妈妈 然后她说 对了 去桑子这个地方 因此 阿优再次回英国读书 而独自在伦敦生活的佳文 因为遇到以前在中国 教她的基督徒老师 生活中多了一位 关心她的姐姐 因为她之前挺关心我 她也知道我的一些事情 所以她又常常邀请我去她家里面 聊天 或者就是指导我的作业什么的 有一天晚上 大概就是 我来伦敦半年以后吧 都大一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去她家 她可能就看我就是 还是那么的 就是愁眉苦脸 她就给我放了一些赞美歌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赞美诗 然后呢 她那天晚上也跟我分享了 她信主的见证 其实她讲了挺多东西的 可是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那天晚上她就告诉我说 上帝爱你 唉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 如果是几年前 有人这么跟我说 我才不会理她呢 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太 缥缈了 少年她是谁 她在哪里 她为什么要爱我 她爱我 为什么还要让我经历 那么多痛苦的事情呢 我已经 不相信亲情友情爱情 我已经不相信 谁让我爱了 真的是爱这个字 在我的生活里面 好几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从我妈妈去世以后 但我前一日里又 好像觉得那个东西 是我很需要的 很渴望的 她后来就邀请我去到 伦敦的一个华人教会 那天去的时候 就我第一次去团契 我觉得我是那个 没有什么表情的 很安静 就这样站着 就这样看他们 基督徒在敬拜神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一个旁观者 就是看着他们的世界 我其实很羡慕他们 因为我觉得 他们有的那种快乐 平安 能够向神祷告 就彼此相爱 那个关系 是我的生活中 所没有的 之后每一次去教会 佳文都会感受到 内心充满平静 而基督徒读的圣经 分享的话题 佳文都非常之喜欢 很快 他就决定接受基督信仰 大家去教会半年 我就信主了 但一开始信主 也是没有想太多 我其实还没有搞懂 但是我知道 我选择相信神是因为 我看到了 就这位上帝 他在很多人的生命中 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就听了很多这样的见证 其实很羡慕他们 也很希望自己的生命 能够被改变 可是我又知道 我靠着自己是不可能改变的 因为已经过去三年四年了 我觉得那个伤痛 依旧是在的 我可以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但我又知道 其实心里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选择成为基督徒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真的希望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 说主啊 真的求你来破碎我的生命 来改变我的生命 也使用我的生命 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我就真的祷告了一个月 就常常这样祷告 从那以后我就很坚定的 每一次聚会 不然是星期天的 还是茶经 就是团期 就每一个活动我就去参加 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嘛 所以我就跟神祷 就看看我这样做拜年 会不会有改变 就是那么想的 佳文向神祷告 希望生命能够改变 而阿余去到新的学校 因为受到当地基督徒的照顾和鼓励 阿余开始回到教会 生活也有所改变 在一次帮忙筹办营会的过程中 他的心被触动 Easter营会的名字叫做 《从婆水到自由》 他给我时大敬拜 给我在里面有很多的筹备工作的时候 可以和很多大兄姊妹去到聊天 我记得在营会里面有几个大兄姊妹 他们知道我的情况 他们很努力地想和我去到 上帝很爱你 上帝很帮你 上帝很想请求你的生命 这些信息都很进入到我的心里面 但我想最大最夸张的一件事是 那时候有个小姊妹 十八岁的小姊妹 他也有经历家庭很破碎的一些事情 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有一天他很愿意 在我面前去分享他这些经历 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压力 有很多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唯一他什么都不可以做 他只可以保护自己 他说他有一个框框 就困住了他自己 但他的心他很想得到这些东西 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找到神 他找到耶稣 他跟我说他的经历里面 耶稣是怎样接受他 怎样去到我 爱他帮助他在这些事情里面 走出来也帮助他接纳 我第一次听人说一个见证的时候 我一个想法就是 会不会耶稣都是这样看我 耶稣都其实是跟我说 他很接纳我 他很想我也接纳我自己 这个聊天发生了之后 我传到人来找我 我传到人和我说了一句经文 他说看摩太后书经文 他说人约子杰 脱离悲战的事 就必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行各种的善事 我叫选姚马 姚字是器皿的一个意思 我妈妈改的时候 是说这个人 希望上帝可以选他成为上帝的器皿 虽然我不相信 但这句话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在 当我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想起很多那些 悲战的事和我没有自杰的事 有很多这些阴影 其实是真的刺扰着我 很辛苦 很想自由 所以当时就通通穿到人家说 你帮我决斥吧 我想真是新的事 所以就决斥吧 我今天敢结束你接纳我 犯了错 是你解脱脆我架索 就算少少苦错都 也是祝福女的夹我 求让我 来奉献这更新的我 为你活过 缺自信主之后 阿余有很大的改变 他努力解除坏习惯 离开放纵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他积极修补和父母的关系 我信主之后 我爸爸和爸爸的关系 一步一步到现在 都越来越好 以前没有话题 除了读书也没有话题 现在多了一个信仰 同一个神 大家多了很多事情 生命的成长可以分享 事奉上的见价可以分享 大家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可以分享 我想神在里面 被我妈妈看到 他自己是很信实 因为我想这个也是 我爸爸妈妈很多年的套告 我都脱省了这么久 他愿意回教会 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想是他两个很大的鼓励 之前他在想到他之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受伤害 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特别是跟别人有冲突 或者是关系 有些破裂的时候 他更多的想到可能是自己受伤害 我需要被医治 我需要在神的爱里被医治 我需要被接纳 被肯定 但他那天分享的时候 他就想说 原来神的心意是不仅仅是我被医治 他希望是我和身边的人 和这些破裂的人能够和好 他就说 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想到自己了 没有想到其实 跟他关系不好的这个人 他也会受到伤害 他可能心里也不好 他的生命到底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转变 整个思维方式 整个价值观的转变的时候 我是很感动的 阿佑的改变 令身边的朋友非常感动 而戒民的导师 同样看到他生命的改变 我想他自己 经历了神对他的爱 福音的信息 就是上帝爱我们 那以前我想到 刚刚信主开始是 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慢慢的胜利经历 真的神随天祂祷告 神跟祂同在 然后慢慢祂开始 愿意去学习 原谅别人 去学习 从别人的角度思想事情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想 我觉得 我其实是个挺不孝顺的孩子 我会跟我爸顶嘴 然后会总是 就是 会跟他吵架 就很不体贴他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 更在乎的是 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他不了解我 他不爱我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觉得那一刻 我就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 我就跟神人说 你就我这么不好 你都原谅我了 那我也应该像你 原谅我一样去 原谅我的父亲 也原谅我自己 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我一直都很自责 可是我信主之后 两年都没有回上海 等真的第一次回去 就信主之后回去 我其实是挺害怕的 我害怕自己 是不是在他们面前 又会像以前一样 或者很多情绪难以控制 或者就是不打理他们 就是我不觉得我能够 真的活出那个爱 但很感谢神的是 在一起相处三个月 他们就觉得我改变很多 我以前就是 不会跟我后妈 有什么太多的 就也聊不来 说实话 但现在我就是可以 跟他一起去逛街啊 聊天啊 陪他谈心啊 然后跟他一起做饭啊 跟他一起带弟弟妹妹 然后我也可以跟我爸 就陪他看电视 然后每周给家人做饭 然后就是会关心他 神的爱充满街民 让他的心变得柔和 懂得去爱护家人 甚至为父亲和继母 安排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聊天时我就随口问他一句 你跟我爸爸结婚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拍婚纱照呀 有没有办酒席呀 就我就随口一问 然后我发现他一边开车 他就一边哭了 他流眼泪了 他就说没有 就其实他是很委屈 很难过 好像我就戳到了他的一个心事 那时候我心里就说 主要我知道了 就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我私下里就跟我爸说 我们在一个月以后 他生日的那一天 我们就带他去婚纱 然后再过一周 我们就安排正式的拍照 就是我就跟我爸商量 然后我爸就说OK 他其实还挺惊讶的 然后真的就 我们就瞒了一个月 然后那一天就骗他 我们去吃饭 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摄影的工作室 他就是站在一排婚纱的面前 他就说不出话来 然后就哭 就是默默地哭了 然后就在那个时刻 那个画面其实在我脑海中印象是很深刻的 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好像就冰释前嫌了 我们不会再去 就真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番 然后那天晚上我爸爸就跟我说 这是他这么多年过得最幸福最开心的一天 我其实听的都是很感动的 我也觉得真的很感谢神 他把这样的爱不仅带到我的生命里面 还带给我的家人 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游荡在外的孩子终于回家 主耶稣的爱 医治了他们心里面的伤痛 帮助他们去修补破裂的关系 也带领他们继续去改变 去成长 上帝在我身边帮着我 他是供应的主 所以我可以靠着他 不那么害怕 我知道虽然未来的路有很多的不确定 也会有风风雨雨 但有上帝他会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 他会一直带领我走过这些高山和低谷 就会让我对未来的挑战是充满期待的 是你的陈切拥抱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